伴随着双眼中的风暴,唐杰立刻感到身边异状,那些韬卷的钢峰突然间不再流动,而是汇聚成一团,就像是在积聚实力一般。 心知不好,急忙加速上前,就见四周钢峰一刷地围着自己旋转起来。 钢峰本就凌厉,这一下旋转进一步增强了钢峰的力量,唐杰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绞肉机里一般,周身的血肉被钢峰成片成片地卷走。 他心中大惊,知道此妖果然是神通滔天之辈,连护戒钢峰都能拿来为己所用。 下方,银眼妖黄一大笑起来, 哈哈哈哈哈哈,唐杰,你想以钢峰为凭,我就让你死在这钢峰里。 他说着,以挥洞百足游了过来,那一个个巨足落于空处,就像是踏在地面之上。 漫长的空中,硬是让他一路游走蜿蜒而上,眼看着离唐杰越来越近。 而其实,那铲卷的钢峰却是越来越紧,如绞肉机撕裂着他,亦如绳索紧紧束缚着他。 唐杰知道不好,说到对钢峰的抗计,他自然是强过银眼妖黄的,但是,论实力,他却依然比不上妖黄。 而在银眼妖黄扛不住钢峰之前,他依然有足够的力量杀死自己。 所以,这场战斗,看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撑到银眼妖黄不支的那一刻。 如果说,先前斩杀银眼考验的是唐杰的瞬间爆发能力,那么,现在考验的就是唐杰的防守能力。 下一刻,唐杰爆发出全部力量,将那竖紧的钢峰猛的向外推去,借着束缚掠松之际,以发动乱风部离开。 同时,那巨大的蜘蛛已然冲上一口,正咬在空处。 一下未中,眼看唐杰挣脱,银眼妖黄,以抬头对着唐杰撕声。 天空中,钢峰再卷,以形成无数气墙向唐杰涌去。 唐杰大吼着连续出拳,那一道道钢峰墙,未及尽身,就被他钢铁般的拳锋撕开,破裂。 但是,更多的钢墙依旧在如潮涌之。 银眼妖黄,呵呵笑道, 呵呵呵,我看你能撑到几时。 百足滑动,已然冲进唐杰身边。 张口呼啸出大片的妖物。 这些妖物一入风中,便与钢峰混在一起,卷出滔天波澜,向着唐杰碾压而至。 这才是一位妖黄拥有的真正实力。 举手投足都有着开天辟地之威。 那钢峰山呼海啸般勇至,奔发出令世间站立的超绝气势。 唐杰在这洪浪大潮中苦苦支撑,却渐渐抵受不住。 他虽然能够抵御钢峰,却非无限的,充其量也就是因为离京的缘故,支撑的时间能比银眼长些。 但现在,银眼的通天法力之下,钢峰威力数倍增强, 也就使得唐杰能够支撑的时间大大缩短。 照这样下去,只怕银眼妖黄未到最后时刻,自己就先要撑不住了。 果然,分神大能,法力强悍,想要超越绝非易事。 就算唐杰有过那么多的努力,想要创造这千古以来从未有人创造过的奇迹,亦非易事。 能干掉银眼的一条命,已经是令人择舌了,却终究难以将胜利保持到最后。 钢峰还在呼啸着卷来,唐杰苦苦支撑着。 一人一妖都在钢峰中苦苦煎熬,却谁也不肯退缩。 就连银眼妖黄也诧异,唐杰在这种情况下,竟然还能支撑这么长时间。 怪不得,他敢冲进钢峰里,果然是有两下子的。 可惜啊,他最终还是小看了一个分神打妖拥有的能耐。 论防御,他或许比不上唐杰,论进攻,他却比唐杰强大了无数多。 死吧! 这一刻,银眼高声呐喊着,风潮骤然加紧。 后蜜的风潮挤压着唐杰,就像一堵围的密不透风的墙,不留一丝缝隙,挤得唐杰狂吐鲜血, 全身的每根骨头都发出一味,血肉,内脏都在遭受巨大的伤害。 甚至连细胞都被渗透,一丝丝的毁灭力量进入他的身体,彻底阻绝了他的恢复。 唐杰知道,这是钢锋中带有的毁灭气息,这钢锋是应天地之道而生,有着毁灭万物的能量,应的是毁灭之道。 早在第一次勇闯钢锋时,唐杰就感受到这股毁灭力量的存在,他也曾有过参严的打算,却没能成功。 钢锋不是万仙顶,他暴裂,狂躁,凶横,绝不会给任何人参严的机会。 如今,这一股毁灭的力量进入唐杰体内,所到之处,唐杰的身体硬是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色。 那是毁灭之力,是死气,代表的是死亡的力量。 这也是为什么,钢锋如此可怕的原因。 曾经的唐杰就经受过一次死亡力量的侵袭,那时,他并未能破解这力量,只是因为离开了钢锋层,毁灭之力,后继无力,才被他借助生命之道驱散并恢复。 而现在,他再次来了,挟着更威猛的态势,他却已不可能再重复曾经的解决之道。 于是,曾经的一幕再度上演。 伴随着大片灰色的蔓延,唐杰的血肉不断剥离,生命被这力量无情地吞噬。 他大声喊叫,却无法阻止死亡在身体中的蔓延。 拼命地挣扎,体内涌出片片金色波纹。 大道之欲! 银眼看到这儿也是微微吃了一惊,最后又哈哈大笑起来。 哈哈哈哈哈哈,想不到你竟然连大道之欲都有了,可那又能怎么样? 一个辅助之欲,毫无战力,果然是病急乱投医。 的确如此,无论唐杰怎样挣扎,他都无法摆脱,来自银眼的束缚。 那一片金色光滑闪耀着,却带不来任何帮助,他的眼耳口鼻都在流血,看起来可不知极。 渐渐地,唐杰的挣扎力度越来越小。 死灰色的气息,几乎已蔓延了他的全身,唐杰看起来便如死了一般。 银眼妖黄,长出一口气,终于还是死了嘛,可恶的混账小子,害得我损失不死天猪。 不过,能得到一个小世界,也是值了。 正要伸手将唐杰的尸体抓来,忽然,唐杰动了一下。 银眼心中一惊,只见唐杰睁开眼看向自己。 他在微笑。 他说,我明白了。 银眼妖黄巍巍巍诧异了一下,明白什么了? 唐杰悠悠道。 兵主知道,虽千万人,而无王矣。 那是一种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气势,是无论如何都要主动进攻的气势。 可笑啊,我刚才竟然想的是防守。 想要拖过去,也就难怪会为你所致。 银眼妖黄的眼神微微收缩了一下,死灰色的气息开始从唐杰的身上推开,就像是阳光出生,黑暗远离大地。 唐杰看着银眼妖黄,已是大声吼道。 兵主知道,在于进攻,在于魔力,在于置之死地而后生。 随着这狂暴的呼喊,一股澎湃的力潮已从他那体内涌出,生命的光辉更是重新在唐杰体上出现,透出无限的生机。 原本干枯的身体重新充满了能量。 唐杰体内的每一片血肉,每一个细胞,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。 这力量隐藏在唐杰的身体里,已经折服了太久太久。 曾经在先前的战斗中出现过一点小小的爆发,却不过是冰山一角,直到此刻才终于全面释放出来。 在这浩瀚汗汹涌的力潮之下,银眼妖黄制造的钢锋墙壁,竟被催枯拉朽般的粉碎。 只是一拳轰出,唐杰身中整片的钢锋都被轰散。 银眼妖黄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,失声尖叫道, 这不可能,难道你已经突破了? 哼,突破? 唐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,摇头道, 不,这不是突破,只是发挥出我真正的力量而已。 说着又是一拳轰出,直指银眼灭门。 不,银眼大叫着跃了起来。 面对着凶猛的一拳,他再不敢小事,瞬间化为人形,牵手铜线,招摇出一片幻影。 最终,画出一个硕大的法印,向着空中印去。 以分身之能,结印施展的神通,其微能之强,可想而知。 拳风呼啸如龙,与银眼的牵手之缘正撞在一起。 平地卷起的进风,将四周的钢风也吹开了。 银眼脑后,骤然生出一片金色灿烂的人形光影,对着前方一点,地心重连。 就见两人身前的空处,一片金色莲花已然升起,汹涌的光幕散开,冲得唐杰倒飞而起,狂吐鲜血,全身上下每一处身体都随之裂开。 我说过,天心是没可能赢得了分神的。 银眼猙獰大叫,兴罗大千界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事,给我死! 牵手再张,汇聚在一起,画成一只金色大手向着前方按去。 即便在这重压下,唐杰的力量再度飙涨,腰黄却依旧是腰黄,不是小小一次暴肿就能解决的,它只是缩短了彼此间的差距,却并未能从真正意义上抹平。 但是,唐杰却凛然无惧,兵主的道,可以有很多东西,但肯定不会有畏惧这种概念。 就算是死,也要进宫着死,气焰嚣张着死,自信如狂着死。 在半空中站立,唐杰取出牧羊珠看了眼,上面已满部列文。 他知道,用过这一次,只怕再也无法使用了,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吞下,接着双手一扬,帝刃与云木金金大斧再度出现手中。 两把兵器相撞,再度结合成九绝杀刃的样子。 唐杰已是扬声道,一切就力,都有被打破的一天, 今天,就让我来终结这一传说吧。 奇长斩刀已是凌空向着银眼斩下,这一击,凝聚了他所有的力量。 再没有凭借刚风屏障耗死银眼的念头,唯有那一腔血性与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。 只是一击的九绝杀人,还杀不了我。 银眼力声凝叫道,牵手再扎,对着空中的战刀迎去。 唐杰目光冰冷道, 我可没说这是九绝,十绝杀人。 一道灰色光芒,已沿着刀柄出现,萦绕在战刀全身,静止斩下。 在唐杰被压制并爆发的时候, 银眼不知道,唐杰除了觉醒,原本就隐藏于身体中的力量之外, 还经历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, 那便是毁灭之力。 这才是唐杰恐怖爆发的真正根结。 毁灭之力是一种非常强大而可怕的力量, 与杀戮之力不同, 杀戮之力的特性在于难以抵御,难以恢复, 毁灭之力的力量则是直接摧毁。 如果说杀戮是过程,那毁灭就是结果。 这是十二大道两两应对之道,有始有终。 正因此,当毁灭之力进入唐杰身体时, 带来的便是死亡的命运。 力量的爆发只是让唐杰拥有了对抗封墙的实力, 却不能驱散这毁灭的力量。 唐杰能够抵抗,完全是因为他悟到了。 早在与何长安并肩作战藏清风时,唐杰就曾经获得过何长安的指点。 接触过毁灭之力,更对杀戮毁灭二道有所领悟。 到了血河界,进入天火竞技场后,又经历的杀力无数, 在这方面又有所提升。 曾经勇闯清云刚风的经历, 更是令他对毁灭之力有了深刻的体会。 虽然无法因此完全误道, 但是,对那生死边缘的领悟却又上一层。 今天,唐杰在这儿,再度遭遇着毁灭之力的侵袭, 其实也可算得上是老朋友了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 当毁灭之力侵袭到他身体时, 唐杰知道,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真正的悟道毁灭。 之前,唐杰对毁灭之道的理解还远远达不到悟道的层次, 而且,悟道需要的是机缘巧合, 所谓顿悟一词就由来于此。 但除了顿悟之外, 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。 比如, 唐杰参万仙顶入阴阳道, 就不属于悟道, 而属于参悟天理。 与顿悟相比, 参悟更加系统, 更加方便, 进境更快。 但前提是, 需要有可参悟的目标。 大道不可清传, 唯有道兵之类的无上神物, 才可借来参悟, 成本太高。 即便如此, 通过参悟所理解到的道, 也是别人的东西, 效用有限, 而顿悟理解的, 才是真正自己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, 唐杰参悟万仙顶后, 直接入道, 却没有因此, 而得到什么强大力量的缘故。 直到打开兵主秘境第六层, 才悟出一点离合之意, 使本体分身可以结合, 以阴阳之道之全面, 以示入道。 却只有这点成就实在太小, 就是因为参悟不是顿悟, 即使入道, 也成就有限。 顿悟则不同, 那是真正深入骨髓的理解, 故所得往往不全面, 却运用极强, 最典型的就是洞察, 是唐杰完全靠自己顿悟所得, 他只是智慧道的一个小小分支, 并不全面, 唐杰却硬是用他来生成天眼, 生成道玉, 直至入道, 就是因为这完全是他自己悟出来的。